好, 欢迎大家收看《开来见我》 许晟 是 我们收到观众的投诉 不是 是什么呢? 渴求 我还以为有包羊 我们欠点 有一集观众真的挺喜欢的 而且很快有回答 我们访问完节目思想之后 他带了一些学生 司长就说到学生如何 然后我们立刻找到学生 《阳光明媚的影子》 一个中五, 一个中六 所以那集的反映很好 我们今天又试做一些跟进 之前说的学生有很多功课 我做少许 所以今天我们就打开来 见教育副局长蔡若莲 我们就请来的就是教育副局长蔡若莲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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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为什么要请你呢? 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你的网字 是 你说除了要学习厉害之外 最重要是学习厉害之外 就是要聪明一点学习 那我们其实在讨论功课的问题 那些书包很重 然后假期有很多功课 那其实 副局长你觉得 出了去年的呼吁 今年的网字 那结果效果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 大家对功课的认知 或者是那个意识是强了的 那我都收到 最近都陆陆续续收到 那些学校告诉我 他们已经忍了一些新方法 去布置假期 如何让同学觉得充实有意义 又有智慧 我会不会很害怕的 有些什么呢? 例如那个孝顺小特工 那他其实就是 可能想一些主题 然后就让同学自己去选 他喜欢用什么方法 定一个题目 这样去研究 就是用小朋友的角度 就是去研究 那他回来就和其他同学去分享 就比起传统机械式的操练 或者是一些抄抄写写的功课 就好玩很多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局长 我们想进入政策之前 因为你和其他的文责官员 都有些近似了 其实在这个行政体系以外 也有若干年 在社会里建树的经历 我也想问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我和Vincent Hing成长的年代 距离现在的90后 就是千禧后 都不是很远 30多年 我们当年已经在说中学 或者小学 那个所谓填鸭式教育 那个功课很多 那些东西很黑板 说了几十年了 现在我小的那个都已经少一 大的那个都少三 为什么今时今日 我们还在讨论 即是三四十年之后 还在讨论多功课呢 甚至没有人说 其实今时今日的功课量 比我和Vincent Hing成长更多 其实会不会大家有一个迷思 一直以来 社会都是 或者是很喜欢 将一些东西 是变成看得到的 那于是乎 就会将一些东西 简单的量化 功课多 就等于这间学校好了 就等于 老师特别努力了 那于是乎 又或者是 功课多 就等于会学多一点 其实这些呢 我觉得这些 都是不是很正确的概念 功课呢 我们觉得最重要是质素 是 不是在乎量多与少 还有是合适 给同学在做的过程里面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他可以展示到自己 学到些什么 有时候呢 比如老师教了些东西 究竟他懂不懂呢 有没有什么位置 其实功课的意义 就不是用来 粗到个个一百分 是 功课的意义 是用来帮老师 和同学去沟通 就是找不同的 是的 就是去精有什么药 是的 但是现在我们呢 就是为什么 就是大家一方面 就是说 从个量 大家很简单拿出来 一比 你多一点 你十样 我八样 你应该是比较好一点 其实不可以这么简单去比 是的 也有些家长是用一种 抵不抵的概念去想 这个星期只有七样功课 上个星期 就是有八样功课 上个星期比较好一点 是的 真的很奇怪 有些家长真的这么想 甚至乎我都试过去一个话剧 英语话剧的办 我看到有个家长投诉 他说 为什么我儿子又是给这样的学费 哪个女儿又给这样的学费 他那句对白我都给他数了 总共是247个字 我儿子只有135个字 你虧得金了 你去退学费给我 真的这么说 虧得金 我说不关几个字 你那句对白 是 就是说得好不好 是 抢不抢气 没错 你入不入气 那些才是 即是关键 即是关键 不是你数你 那我对白的都不重要 是 有些家长真的是这样 但有时候可能是 会不会有些老师都说 我多给一些功课 放映书了 譬如刚才那个圣诞假有家学校 我都问了不同 不是你儿子 我就问了另外一些学校 他说 12日假期 他要做三本英文书的阅读报告 那12日怎么读三本 三本书 还要写完阅读报告 那怎么办呢 副局长 所以其实我们第二件 就要看功课是否适量 是否适当 那当然就因人而異 就是说 会不会那期是英文特分的 就是这个主题 那我 譬如你说 丹崇就这么说 这个假期 如果说全世界 个个都要看三本英文书 然后要做三个阅读报告 第一我们就觉得 阅读 先问一下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功课布置 其实是否真正帮助同学去阅读 第二 就是是否令到那个阅读有意义 就是你意思是 连写报告这件事 都应该思考一下 是的 因为其实是否唯一一种方法 是表达到我们看了 或者检查到同学 是否看了一本书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比如举例 英文阅读 你可以大家回来做一个分享 就是同学之间做一个分享 做角色扮演 就是你没有看过本书 你扮演不到里面的角色 是不是 又或者是 幸好我不是成组在这个年代 我一早都穿了布 是的 所以其实 就是说 刚才说的那个执比量是重要的 或者是 最重要是有看 以及在看过程里面有得着 就不是令到老师得着那三个报告 是 而是令到同学真正有得着 不过Wincent 听局长的分享 我真的盛起来 这个未必是中小学的问题 我记得 就是我太太 还在做这个私务基金的时候 我一说 哇 你为什么拿这么多东西 就是回家做 他说 我老板说的 你们不是在香港读书吗 一向就是假期的时候 就交功课的 对不对 你放年纪录做什么 不是交个项目给我 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局长 不是挑拨行政立法的关系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有些 立会的议员 或者坊间从政人士 正当政团 都有这种行功量值的倾向 就是 现在林太 已经省了几十亿 83亿 而且变成了恒常 对不对 加大了 83亿是恒常 其他不是恒常的 那些不自华 现在是不是也有一些 正当政团的朋友 要你们 先教一下成绩表 有没有这样的态度 大家都开始关注 资源 丢多了 究竟效果在哪里 就是这样 那我们会看到 其实现在我们投放下去 教育的资源 第一 我首先要说 教育的东西 跟我们做生意是不同的 没有 教育 叫做十年树木 八年树人 是 你很难说 这头 资源了些钱 那头就立刻 那些小朋友 嘎嘎声 就很成长 很厉害 那样 其实不会的 教育是比较难 有一个辣干 见影的效果 我们会看到 其实现在投放的 那些行常开支 第一 就是会投放在老师 那个专业空间的释放 是 第二 就是对我们不同同学 那个多元学习 需要的照顾会好些 第三 就是他们那个多元学习 的机会 又会多了 所以我看到 现在投放的资源 是陆续在学校里面 是正在发生的作用 但是你想想我们一代的学生 就是由小学去到毕业 我们也是需要时间 而我们也很难 就是如果我们又下去 就是将学生的学习表现 等同于那些钱 是要换到什么分数呢 那这个又变成 就是会转换成为这个压力 其实我们事实上 整个这个投放资源 我们是在说投资未来 我们是在说人才的培养 未来我们需要的人才 就是能够灵活创生 有自己独立思考 是 所以这个 就是现在我们在说的 就不是说是很短的时间 我们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 我想其中有一样 为什么之前那个TSA 去到BCA 再去到现在TSA 现在就是抽氧 大家就是自愿式的 就是全港性的系统评估 其中一个关键位 就是我平时已经可能 很多功课了 很多测验了 学校围义了自己各种原因 再去加额外的压力 给一些学生叫他去操练 那个TSA 那些家长真的会很猛烈 是吧?就是那样东西 我儿子我女儿平时已经爆了厂了 那为什么还要加多一点东西 那现在我们看到 调整了 用了新的方法 其实TSA是继续做的 是… 不过用了新的方式做 那些压力不出现了 那大家就不吵了 是吧? 是,TSA最根本的改就是 不把同学的学习表现 简单直接跟这个成绩去掛 就是跟业绩去掛 是吧? 那这个就是成绩 是吧? 这个就是政策改变了 做出来的成绩 就是等压力不见了 没错 有时候议员都要想想 其实你要他交出什么 你可能要他交出来的就是 那样东西没有了 是吧? 压力没有了也是一个成绩 是,没错 所以其实就是真正… 因为TSA最基本的原意 就是看同学的基本掌握 譬如我们小学三年班 有很多基本的能力 他掌握了 他升到高小的时候 他应付得来 是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帮助我们老师 帮助教学 就是说有些什么 可以早点发现 那我们一定要再想想 如何可以再帮到学生 回来再谈 在我们讲究一下 我们是个学生 和通知 和我们的科学 现象 小弟記是一個家長 也都在大學教書和回中小學 去幫助小師弟、小師妹 我覺得我不會為任何一屆特區的官員 尤其是教育的投資抹粉 不過如果香港的教育有問題 我覺得主要不是政策問題 也不是學校的問題 其實最大的麻煩是來自家長的 因為由記起當年小弟的中學 是全港第一間試行這個所謂校本計劃 這個邏輯就很有趣了 既然是校本的時候 那你的功課多、功課少 其實都是看學校怎樣定的 我自己站在老師的角度 我當然是不要學生無謂操練 但是如果學生的功課太少 學生的壓力太少 總是會有些家長覺得 不是抵不抵讀的問題 好像會不會影響了他們的上游 放棄了他們的機會 各個方面 是不是其實我們香港的家長 無形中他們的壓力 都傳導了給他們的下一代 然後間接都令到學校 就是說我夠想切功課 我夠想切課時 有些家長不樂意 會不會有這種兩難 所以其實 其實接著你說的功課和壓力 這件事我同意的 主要是那個 價值和思想的問題 如果我們 剛才我說了 功課正常的作用 是幫同學去告訴老師 他們究竟掌握到多少 是 如果家長對功課有誤解 或者對功課的價值意義 是有誤解的時候 我以為做得多功課就是好 划算一點 會厲害一點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那個 剛才說的 是質和量無必然的關係 所以就是說 你說是否直接 壓力是否直接來自功課 不是 第二就是說 學校怎樣去安排功課 很多時候會 剛才你提到 會受家者的影響 其實有沒有辦法 即是說 教署或者教局 一聲令下 全部香港的官校遵校 都不准有家課的 許禎這些懶家長 就破爛了手掌 我老婆就簡直很如目春風 好像重新活過一次 但是呢 其實為什麼剛才說 我們功課是要校門 因為每個小朋友都不同 即是你不要說 學校與學校之間很大不同 就算同一間學校 同一班 或者你家裡兩個小朋友 都很不同 是,我女兒很教的 其實就是說 老師是因應同學的實際需要 那這個我覺得 這個專業的空間 是應該在老師的手上 就不是用行政去決定 蔡英年副校長 一方面我同意 但是另一方面 我覺得就是 有些人都覺得 是不是被政策找了份 因為那時候 就是說全日制小學 就說是 全日來講 學生可以在下課之前 做一些功課 對 所以回家就可以愉快生活 學校就愉快學習 因為最後那兩課 可能清光了功課 現在就有些家長說 這個原來是騙局 因為上學又長了 功課又多了 結果放了學 做的時間又長了 做到晚上九點幾十點了 有些家長就說 很多學校 現在其實可能是 騙了政策 而且媽媽一猛 通常老爸出事 其實呢 會不會這個問題 跟隨個別學校 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都是來自家長覺得 值不值 就是你老師從頭說到尾 他覺得比較值得 中間你拿了些時間 去做功課 他覺得不值得 就是學少了 但是可以怎樣做 現在我們其實 已經很清楚地說 說給學校聽 我們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安排時間 給同學一個均衡 包括他的休息 學習和練習 就是他去消化他所學的東西 這些都是學習的過程之一 就不要把做功課 當作在學校學習之後 其實都是學習過程的一部分 所以其實是 如果能在時間安排 現在多了很多學校 都會在學校的時間裡 做這個功課的輔導 我想嘗試一下提升一個層次 因為我自己比較貪心 我也很不高興 那些人經常說 香港教育制度不好 其實事情要向… 你看哪裡哪裡怎樣 譬如我跟特首聊天 他都說 每個人都說學芬蘭 其實芬蘭就讓你們玩 對吧 如果我們要拿回香港 那個教育的精髓 香港教育的特色 副局長你會覺得會是什麼 香港教育 我自己覺得其中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的教學 就是教育整個團隊很專業 只要大家給空間 給教育回歸回教育的討論 就是少了一些非教育 或者情緒化的討論 其實我們的整個教師團隊 或者整個教育界 其實是很理性 和很尊嚴的 那這個我自己覺得 是我們香港最大的特色 而如果我們剛才說 這一屆的政府都是 努力去創始一個安定 比較穩定 關愛的一個這樣的環境 是比老師 也對老師好一點 那這個就是 長遠來說 我們相信 老師的團隊的專業能力 是可以發揮得更加的 許晉 我又試試拋磚引玉 看看副局長 或者你怎麼說 你又教書 他又在做政策 我覺得香港教育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沒什麼人說的 就是如果我們說 世界三大的金融都會 或者國際都會 紐約、倫敦、香港 是我們教中文的 是 是我們貼近中國 是 我們既懂繁體字 亦都接觸到簡體字 既說粵語 亦都接觸普通話 英文亦都不可以差 而且還有很多學校 加上其他文 是 是 而且我們那些韓劇 又追得貼 人劇 其實原來小朋友 小時候 已經接觸五、六種語言 我覺得這個特色 有沒有辦法 可以提升 一個層次的能力 讓你先說 我自己沒什麼見地 待會聽局長的高見 我講我自己的親身體驗 就是我在倫敦 做完研究教書的時候 沒有的 我們那些科 其實一半是印度裔 一半是華裔 華裔 華裔裡面 大部分是新加坡 有一部分是香港 內地和台灣 也有一些 但我和新加坡的同學 接觸他們的成績當然很好 他們有個很深的印象 他們對我們的官員 的評價非常高 我問為什麼 他說 你們唯一一個地方 是流利地 普通話、廣東話 和英文 我那時很驚訝 我說你也是唐人 他說不行 別說他們原來 連官員 用中文簡單的溝通 是做不到的 而且我自己去 照顧我自己的小朋友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原來同一時間 運用兩種語言 是很難 但如果你是可以 做到的話 其實原來不只是語言 不是一種工具 整個思維的模式 非常不同 那些叫做 有些專門研究 就是腦細胞 或者腦部運作的專家 其實他說 你越小時候接觸 或者運用越多語言 比開發腦的百分比 會越高 這個是不是可以 都是成為香港教育的特色 所以其實 我剛才說的第一個特色 就是專業 第二個特色 就是其實我們很國際 很多元化 剛才說的語言 是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兩文三語的能力 在我們的學校的教育裡 提供得很充足 無論是語言環境 是課程 或者資源上面 我們都很重視 中英雙語的能力 而在我們的中國語文裡 都包括了粵語 和普通話的學習 所以這就是香港其中一個優勢 還有一個就是 剛才提到的多元化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們 就算是一個很小的社區 辦學的團體 辦學的宗旨 都有很多特色 有兼主教 有基督教不同的社團 道教 佛教 有商會 有商會 其實我們是 整個社會是很和諧的 雖然大家無論辦學的理念 或者宗旨是有所不同 市名有所不同 但是大家追求優質的教育 或者對教育的付出 的奉獻是一致 所以這個造就了香港 其實是很有活力的 整個教育體系 順勢再說 如果你說到這件事 我想起通識 現在通識是在做檢討 是 其實大概的方向 或者進度是怎樣 是 通識其實我們現在 不是在做學科的檢討 因為知道大家 很關心通識學科 其實我們現在有一個 課程的專責小組 因為這一屆政府 都很強調專業領航 就是我們要提供 提供優質的教育 所以就是在課程小組裡面 會整體檢視學生的學習 包括我們新高中的課程 怎樣讓學生 有一個比較均衡全面的學習 所以整個專責小組 範圍是很闊的 他不會看獨立的學科 但是當然就是 就著譬如通識科的意見 或者也有些人提到 我們STEM的學習不夠 有些人說 人民學科 歷史學得不夠 我STEM也要通過它 之類就是 究竟未來我們學校的課程 整體的佈局應該是怎樣 這個小組是會去思考 你的子女 是的 思考未來 作為家長 應該快點給多點意見 沒錯 最後也想請局長 所謂的一年依此萬象更新 現在春迴大地的時候 果然中文讀得好 是的 果然都可以 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的小幼苗 春天又發押 向著老師 向著家長 向著同學 局長有什麼話 跟我們說 是的 我當然是祝我們的同學 身體健康 學習 愉快 我們的老師 就是家庭幸福 工作順利 我們的學校 我們的教育 就是日日進步 我覺得最重要 不是追求學科成績的增長 而是智慧、修養 待人接物、技巧的增長 那個才是… 我覺得在學校最重要的 學到一件事 不學知識是學做人 所以新年假期最好是做什麼 香港教育有多差 再差都起不出去了 才能吃 好,今天祝福局長 新年快樂 謝謝… 我們站在學校 進步 我們在學校 不是我們有一個… 我們在學校